所以對整個市況方面 雖然昨晚或者過去這一兩晚 美股反應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是我想整個趨向 短期來說 未至於怕到會有很大塌 始終不是一下子會很大幅加息 或者大幅度很近的情況 雖然方向是這樣 但是 夏年來講 或者夏年特別是第二季 第一季 如果當日未聯絕好 所有都好 真是做完收水了 或者開始是行加息了 當然對股市方面 美股來講 都會有些壓力的憂慮存在 所以短期還可以偏向審慎樂觀 但是中長期來說 就會比較審慎一些 暫時大家可能連美 反而是否不要那麼多動作呢 當然也一定會的 我想有時候這麼說 雖然年內 簡單的說 美股強了一整年 廣國也一整年了 我實在這麼說 但我想其實去到這些時間 其實有時候都不需要太過進取的 我想特別是你考慮很多的資金 基金 其實都已經收了勞了 變相 可能回到一個省會自己就壞了 你太過進取了 其實我覺得意義不是特別大 甚至乎其實這段時間有機會 可能歐美股市場 或者港股都好 越來越比較靜的時間 其實可能突然間的波動會比較大 你可以參與的 但是又變相這些位置入場的話 就不是那些所謂的躺身 或是大駐那些 我想純粹是差點可能解一下門 少少地參與一下 這個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因為只是年尾 我想不需要太多很明顯的動作 所有的部署 所有的東西 我想慢慢下年初才做回部署 會好些 是